我告诉你 张幸福 你没有发现你最近变漂亮吗 变美了吗 变时尚了吗 有一句老话啊 叫女位阅积者荣游 你给谁看了 你是不是给那个姓妍的看 咱俩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什么时候在我面前捣执过 你听我解释 你不要解释 我以为你能反省自己 你反而变本加厉呀 张幸福 算你狠 你真狠啊你 其实你的目的很简单 你就想跟那个王八蛋在一起 可以 我让 我退 我走 你跟他在一起 你给我滚蛋 滚蛋 滚蛋 等等 你混蛋 张幸福 你是个老师 你是个母亲 你是个病人 你跑来给我喝酒啊 你真的理解我吗 我在我家人面前 隐瞒我的病情 然后我天天 还得伴得跟女非人似的 但是 我是个普通人 我是个女人 我是个病人 我怎么就不能发现了 我怎么就不能有一点点丧失 那就你这个权利你都不敢给我 你 你还可怪我 手拿开 你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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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你 阿姨 妈 你别激动 不要叫我妈 人在外头没来眼去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回到家一团 还上床了 像话 我告诉你啊 我们马家不一定要有个媳妇 你走 你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出去 阿姨 你给我走 阿姨 你要知道事实真相吗 我告诉你 叶俊 让他说 叶俊 让他说 让他说 什么了不起 不过就是发个烧嘛 还肿瘤科主任 得了癌症了 我得了癌症 什么 什么 卢星来来 晚期 晚期 妈 爸 这 好了 我说了 我活得漂亮 活得明白 你们都是我 在这个世界上 最在乎 最爱的人 可是这半年 你们被我折磨着折腾着 甚至打扰了你们的生活 我在这儿 郑重地说一声 对不起 你说我唯一的情人 对不起 你说我唯一的情人 对不起 老子 来福就交给你了 一点好好的 妈妈 我最对不住你 这二十年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不 师父 这话 应该我跟你说的 你知道吗 我最遗憾的就是 病魔没有打垮我的身体 去击垮了我们的婚姻 但是我最最欣慰的就是 我终于明白了我们彼此 在对方的心里 有多重要 这个位置留给我 陪着你好好过 接下来的几十年好不好 我两位可爱的妈妈 我两位可爱的妈妈 爱你们 谢谢你们 给我生命 给我力量 谢谢 你最懂了 谢谢你一句 我们两个拥有一份最纯美的爱 这二十年 这份爱自成一个小世界 在我心里 最甜蜜 最温暖 你谢谢你丰富的生命 别放弃 别放弃 我最爱的儿子 妈妈崇拜你 你真的好棒 你的才华 你对音乐的那份热情 我为你骄傲 如果妈妈不在了 不可能 妈 你骗的人 让音乐陪着你 我不听 我不听 我不要你怎样 没怎样 我陪你走着路 你不能忘 因为那是我 最快乐的时光 都怪我不好 我以前真的太糟糕了 不该逃课 更不该撒谎骗我妈 要是我没有常常惹我妈生气 她的病说不定 就不会那么严重 要是我在美国好好上学 妈说不定 就会把她的病气告诉我 我们就能劝她去做手术 要是我从小到大的乖乖提花 妈一定不会得上这样的病 都怨我 儿子 你能怎么说 爸爸很高兴 说明你长大了 你也没必要那么自责 坚强一点 今天看你妈那意思 她是想放弃了 不行 不能让她放弃 你说呢 爸 我们该怎么办 其实 好凯您妈得了癌症 单看你妈的话 她不像个癌症患者呀 这说明什么 开心快乐 是治疗癌症最好的良药啊 儿子啊 你知道不知道 什么事能让你妈开心快乐 你们两个 复婚 那 那 他和严峻结婚 那是什么 其实 你妈在这个世界上 最割舍不下的 最疼爱的男人 不是我 也不是严峻 而是你 你要多陪陪你妈 明天 不 一会儿 你就要收拾一下东西 搬你妈那儿去 既然这样 为什么不把妈接回来 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她 你妈能答应吗 我倒是想 可是我命不争 言不顺哪 不合法的 你是合法的 不仅合法 而且还合情合理 知道吗 到你妈妈身边 多陪你她 好 还有 你呢 你呢 现在也是个大小伙子了 成人了 在你妈那儿 不能哭哭啼啼 要坚强一些 知道不知道 我去收拾东西了 爸 我去收拾东西了 来 我来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次班会了 你们的书桌上已经没有了书本 只有一颗糖 这三年 我给你们讲了太多说教的话 今天就什么都不讲了 现在我们一边吃糖 一边闭上眼睛 一边回味我们大家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今天开始 你们的高中生活将一去不复返 你们未来的大把时间 需要自己去闯 自己去闻 曾经我和你们一样 怀揣着青春 以为时间就像空气取之不尽 可就像你们嘴里糖果的甜蜜 过一会儿就会变淡 生命中所有美好的东西也一样 不会有好 作为你们青春的见证者 我想要告诉你们 有时间就有好运气 所以大家要珍惜时间 要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做喜欢的事 活在当下 就是幸福 最后有一个附加题 你们唯一的糖果吃完了 还想找回甜蜜的感觉 怎么办 幸福很简单 再吃一颗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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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好 好 怎么着 吴晓璐 吴晓璐 马老师 别 别叫我老师 马三强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的梦醒了 之前呢做了一场梦 还是一场噩梦 我记着我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你被事业抛弃 我被爱情抛弃 我们那时候经常在电视房里面聊天 确实特别开心 也是在那个时候我对你动心的 那个吴晓璐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提那些事干什么 我就是想跟你说 那个时候的动心完全是一种错觉 你看到的完全就不是真的我 我爱上的也只是幻想中的马哥 完全是因为太痛苦绝望 抓住的一颗救命稻草 我现在想起来就完全不知道 那个时候都做了什么 现在想明白了 就好像之前完全得了一场大病一样 可能是陈妍伤我伤得太狠了 也可能是因为我心里面太脆弱 就好像得了那种 心理病态了一样 你 你懂我这个感觉吗 吴晓璐 你说的这种病呢 我查过资料 它叫 情感偏执症 就完全失控了 一看见你吧 就就就光是想着满足自己的那种幻想 完全不顾忌周围人的感受 给你跟幸福 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害 对不起啊 我现在完全好了 彻底好了 我今天来呢就是来跟你告别的 我想离开这个城市 去哪儿啊 回老家呀 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我肯定会生活得特别好 你放心吧 你也保重 珍惜你自己的幸福 呃 吴晓璐 我衷心地希望 你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肯定会的 再见啦 嗯 我已经想好了 你不用说了 我都明白了 我已经决定留下来陪你 不 你要去留学 那是你的梦想 你不应该为了任何人放弃 可是你 乖了 去那边好好念书 书评过两年 我也申请一个音乐专业去那边找你 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只要我们心里有彼此 这么一点距离和时间 怎么可能打败我们 好 我听你的 刚老师的时日 我还能接你 现在还来得及不久 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好好照顾我妈 其他的通通不动 我爸是很好的医师 说不定奇迹会出现的 我们谁都真的放弃 好 我放弃 别给我 好不好 我一直都还在 你说我告诉他们是不是一个错误啊 不会啊 我觉得这是一种勇气的表现 那我怎么更难过了 你才刚告诉他们 必须让他们有一点时间适应了 过一段时间就好 好了啦 想一点好的嘛 至少 从现在开始 你不再是一个人面对 不管怎么样 把活动都在你身后 别想太多 妈妈 这 他三 你 你们继续啊 我出去溜达一下 不要 我跟你一块走 既然你儿子回来 我就先离开 走吧 我送你了 袁叔叔 有什么事吗 这段日子谢谢你了 一直照顾我妈 应该的 我要告诉你 只有你才能够让你妈真正的开心 千万别在她面前掉眼泪 你也会让她开心的 别放弃 那 我很中立的 你和我爸 谁能让我妈开心 我就支持谁 所以 你还有机会 我妈她得了癌症没有放弃 你们两个男人追求她也不应该放弃 爱情会产生奇迹的 爱情会产生奇迹的 妈 您洗脚 好 儿子 怎么能让你弹极大的手 给妈洗脚呢 妈 您也用你拉小提琴的手 帮我拔尸把尿过 我这算什么呀 以后就是三十年四十年 一辈子让我帮您洗脚 也是应该做的 来吧 妈 水温刚好 天心 你刚才 和严峻 聊什么了吗 还能谈什么呀 就那些呗 妈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妈没多想 那不成了 妈 这个是关系到 我和我亲爸 还有我未来岳父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的大事 我知道是大事 可是人生 有很多事情 都是阴差阳错的 就好像 在大学里我和严峻 又好像现在我和你爸 如果现在我们两个 没有离婚 我肯定不理了 可是现在已经这样了 我真的不想 再进行什么选择了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吗 你想 这么多年以来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 现在是时候 为你自己的幸福考虑一下 该学会享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既然严叔叔和我爸 都那么爱你 你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机会呢 你呀 也不能因为 一个是你的初恋 一个和你生活了二十年 就有所偏袒 现在你要做的 谁能让你开心 就给谁一个机会 可是我现在的状态 怎么选择呀 妈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先洗脚吧 水要凉了 你妈上班去了吧 安静一会儿啊 趁着张幸福不在 我们开个紧急会议 在开会之前 我每个人发起本书 来 学学学 重要的地方拿红笔标起来 这个严俊呢 虽然是专家 但是我们人多力量大 每个人贡献出一分力量的话 说不定还会有奇迹发生 是 那么从现在开始呢 我们就要轮流照顾张幸福 我可以插播一句吗 在生活上啊 咱们是要好好地照顾她 可是在精神层面呢 我们更要好好地注意 这个第一件事就是 以后不要再哭了 妈 行了 行了 妈 你别哭 你先别哭 行吗 嗯 这样啊 好 张大 妈 你们一会儿呢就去照顾她 天行啊 你要做好长期的打算 好 咱俩呢 负责结算她肝病 行 我昨天上网查了一晚上 我把这些所有的乳腺炎专家的医院 我都找到了 然后不信心话我就去报告 我也查了一些祖传秘方 好好好 多多一善 多多一善 我再重申一次啊 咱们家现在的重点就是张幸福 放掉手部一切的事 确保张幸福 也可以说我们家已经到了唱国际歌的时候了 是吧 每个人都要紧张起来 这个在饮食时呢 力求做到健康环保 在心情上做到开心愉悦 等会儿哥 我昨天问了一些家里面有乳腺癌的朋友啊 他们说得了这个病得切除乳房 你说嫂子会不会因为这个原因 就不去做手术了 不会吧 怎么不会啊 太会了 这点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样 关于这个话题 我跟她去谈 也只能你谈了个 你吓死我了 这 这大嫂人的 嫂子 早起一杯水 请领好肠胃 淡淡 我还没刷牙呢 你先喝一口吧 姐 这不是周末吗 我们呢 预约了好多家医院 还有特别的门诊 所以一会儿我带你去看看吧 我在研究那儿 治得好好的 多看几家又没事 还有啊 我朋友那有机菜场里面啊 我拿了好多菜来 从今天开始我每天都给你送 嫂子 衣服呢我都给你洗卧了 还用机房漂亮又响又软了 一会儿你去检查一下啊 妈 牙膏已经系好了 可以刷牙了 儿子也在这儿 但是你妈 这挤牙膏的力气还是有的 在这儿看我刷牙 好 那个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 好 好 谢谢 谢谢 把眼睛闭上 干吗呀神神秘秘的 闭上 好 好好好 来 伸出你的手 伸在里边 又热乎乎的 怪吓人的 什么呀 我能睁眼了吗 睁开 上眼 拿这干吗呀 不是 你不是担心做手术割入吗 我呢给你背了一份 等咱做完手术 往上这么一带 跟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我不做手术 不是因为这个 你带走 我说话告诉你吧 我的情况很特殊 只有百分之三的希望 热热的哪吃饭啊 走 又是绿色的菜 吃得我脸儿都绿了 大力水手还吃绿色的菜呢 吃的是菠菜 健康 健康 大力水手 我吃了这个绝对没有力气 干嘛呀 你们吃 我就走 来 我来坐 你别动手 别动手 关键是你做的不好吃 一点味儿都没有 我这是严格地按照菜谱来的 一天最多五颗盐 您客气 五颗盐 太残酷了吧 我又不是绿化钠中毒 再说了 我是吃盐吃出来的吗 这 生命在于防微肚 我 我请你电话 来着了 您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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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太好了 好 不用找了啊 谢谢 来了 你们吃这个 妈呀 你给我 我吃一点啊 这里面都是亚硝酸盐 你不能吃 嫂子 你曾经说过啊 病从口入都是日积月积的 你还记得烧烤炭吗 当时你说那个什么 容易预防治病的二十种饮食习惯 我是不让你们天天吃 我没说一丁点都不能吃 我有那么残酷 你怎么那么焦条啊 对 我们就要炖你吃升级精装版 我怎么觉得我在自觉坟墓啊 儿子 求求你给我吃一口 这都是垃圾食品 来 妈 吃菜啊 来 尝尝这个 这个健康 来 尝尝这个 对对对 还有这个啊 来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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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心情不好 我告诉你啊 自从马天行搬过来 家里的人每天轮班轰炸我 不让我吃这个 不让我吃那个 都快把我给逼死了 特别是那个马三强 家里的所有调料 都用秤来量按课给我吃 我每天吃得跟兔子一样 我这嘴里一点味道都没有 这咖啡我都舍不得喝 尝尝 你是医生 你要警告他们 这癌症患者最重要的是心情好 要安抚心情 我现在心情很糟糕 我觉得你现在的心情是 痛病快乐症 刚刚我听你在抱怨的时候 你嘴角是上的 我觉得这东西挺好的 家人的关心让你有好心情 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同样的我会提醒他们 不要矫枉过正 每一周让你有一次放纵的机会 我现在发现 你严峻和马三强是一伙的 你们还密谋审吧 今天马三强过来 我肯定要审审他 真好喝 小雪 爸 我回来了 你怎么那么早开始收拾行李啊 我想着先收拾一部分 寄过去 这样吧 爸陪你去美国 爸 这一来一会儿有体折腾呢 爸 你的身体受得了 当然受得了 什么话 我的意思是说 爸就陪你去美国 住一段时间吧 你不陪张老师了 不了 他现在挺快乐的 我知道幸福的心里面 还有你马叔叔 如果爸不离开的话 他们两个根本不可能在一起 至于这个治疗的事情吧 我已经请了其他的医生 是值得信赖的专家 可是张老师真的也需要你 也可是了 爸做了决定 你呢 就收拾一下 看有什么需要再告诉我